来看看新闻网 想到这两个人有什么联系 然而在两人波折的感情路上 却都与一个砍字沾上了边 真被砍的是李小冉的前男友 燕坡 2010年导演燕坡被情敌 砍成重伤的新闻 许多人或许还记得 而那时陪在病床前哭泣 为爱奋不顾身的李小冉 在6月19日 却已经闪婚嫁座他人妇 这边是真爱刀的 而另一边则是在婚姻分波中 一再遭捕刀的 今晨 黄毅前夫江凯登报的 一则律师声明 再次给愈言愈烈的狗血剧 更新了剧情 最近一直在调身体 吃中药 然后最近感觉好像 比以前要好多了 他什么时候会去闪婚里呢 希望是明年吧 现在是有计划了吗 对 有计划了 这是去年 李小冉参加某活动时的采报 那个时候的他 刚失去与烟波的孩子 那个时候的他 声称明年会与烟波结婚 而明年如期而至 这婚也确实结了 但新郎不是烟波 而是金牌制作人 徐佳宁 怎么看你和他过去定下的婚约呢 奶奶 我还没想好呢 好多事情都变了 我也不知道我究竟想要的是什么 不过我知道的是 我和建章之间 确实存在很多问题 可能我们两个人 需要时间好好去想一想 据知情人士透露 李小冉与徐佳宁因合作电视剧 来不及说爱你而相识 今年年初相恋 经过半年的热恋气候 于6月19日 携手走进了长春市朝阳区名震局的大门 画面中可以看出 李小冉虽然穿着简单 但却满脸笑容 要说李小冉的最近一次公开亮相 就要属上海电视节闭幕红毯上了 与王志文一同现身红毯的他 身段柔软 演播传情 而当时许多人都惊叹 他竟然会与烟波的前妻 梅婷一同现身同一场大型活动 好 我们也有请 我们李小冉和王志文 在我们的背景板上 先留下你们的大名 以及我们的主唱人员 也一同来到我们的背景板前 我是右 他是左 我们是左右 为了跟涛哥搭配上黑白配 这是最传统的配合 最经典的 最经典的 虽然没有梅婷那样 落落大方的接受采访 选择的是回避再回避 但从今天闪婚的新闻来看 也许当时 正是因为已经找到了 真正的归宿 所以才有底气 去面对那一翻篇的情感纠葛 都说患难见真情 烟波当年被砍 见证了李小冉的真情 但最终 一同经历过风雨的两人 还是没有携手看见彩虹 这也许就是所谓的 有缘无分吧 我今天想得非常悲观 然后所有的每天起来就看到 就是满 就全网站的全都是一些 不堪入目的标题啊 那些照片啊等等 其实我就想把自己封锁起来 我就是 就是 就是每个人都是离我远一点 我害怕 我就不知道怎么样去面对你们 这是当年黄毅与全夫江凯离婚之后 接受的采访 而当时面对铺天盖地的闪婚闪离新闻 站出来各种哭诉的是黄毅 前夫江凯只字未提 而在这次黄毅与黄毅亲的婚姻分波当中 江凯却一连补刀两次 前发微博 称人生最开心的就是与黄毅闪离 更用一句 迎猫永远忘不了偷心 而暗指黄毅出轨 随后便是借着网络 自曝当时闪离内幕 今天早上 这个被网友称为最强补刀男的他 又买了新闻承报的整个版面 刊登了一则律师声明 矛头直指黄毅 声明中称 江凯先生与黄毅女士 于2010年因故协议离婚 江凯先生一直以来对离婚原因保持沉默 更为主动接受任何媒体采访报道 然而有关江凯先生 所谓因出轨破产 导致与黄毅女士离婚 继伟富豪的歪曲报道和诽谤言论 持续损害江凯先生声誉 对江凯先生的个人生活及形象 均造成长期不良影响 这个曾经沉默对待与黄毅婚姻的男人 为何又在这个时候一连对黄毅连砍两刀呢 不说这件事情的话 压根就是因为他觉得这是他私人的事情 这是他个人的事情 他没有必要花这个闲工夫来管 因为这一次Andy有把这件事情闹得比较大 因为这件事情波及的面太广了 所以他不得不出来做一些 这种澄清也好 声明也好 而声明中称 有关江凯先生 细微不好的歪曲报道和诽谤言论 持续损害了江凯先生的声誉 那江凯其人 到底又在金融界是什么样的角色呢 其实江凯他就是一个金融圈 对于负责某一个基金的这样一个管理人吧 然后他本身的话其实是从事金融行业的 然后大家可能会觉得他是个富豪 不过其实因为你知道做金融行业的这一部分人 他们少则身家就是以千万来计算的 那多则的话可能会以千亿来计算 所以以江凯的身家的话 在圈内他算是一个比较还蛮普通的人 而在这则声明出路之后 黄一清也出面发微博 劝江凯别再补刀 言辞比先前骂战士温和了许多 但也让人看不懂 曾积极响应江凯爆料 闪离内幕的黄一清 如今为何又唱起的反调 就是觉得说其实这是我自己的事情 然后包括说可能 可能他现在在面对自己 就是这个婚姻诉讼案的时候 他本身自己的心智还没有传逐到说 可以完全应付得了这样的一个案子 所以的话呢 我觉得江凯讨这个浑水 对Andy来讲他是很反感的 他会觉得说无论怎么样 这个是我跟我太太之间的事情 他是你前妻就是轮不到你说话 其实在很多看客看来 无论如何作为一个男人 即使对这个女人有深仇大恨 在这个时候 对前妻间二连三的进行补刀 也实属有些不厚当 假设微博上暗示黄一的那些词汇 以及此次的律师声明 对于黄一又何尝不是另一种名誉侵害呢 毕竟在这样狗血的爱情真人秀里 孩子是无辜的 请作为那个还不能发声 还不能自主选择的孩子考虑一些 避免受到更多的伤害